谈到了生态 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要节能减碳 而人类制造的二氧化碳当中 有40%都来自交通工具 所以全球各国都非常积极的研发电动车 来取代各种的汽油柴油车 那么台湾也从公车 汽车还有机车三方面着手 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 首先要看的是电动车在台湾发展 现在有一些困境 这些困境就在于说 首先电动车的电池 续航力太短了 充电站又很少 那么政府的改善之道是要增加充电站 从台北高雄两个大都会开始做起 而在价格方面 虽然电动车和一般车是相似的 但是未来有可能购买电动车 政府可以补助 光是摩托车一台就补助11000块钱 加上地方的补助 那么在行程方面 现在比较为人诟病的是 机车加一次电 只能行驶40到50公里 汽车只能行驶160公里 所以已经投入经费研发 希望能够做成续航力更好的电动车 配合花博亮相 这部车很不一样 这是由台湾自己研发纯湿电的电动车 其实台湾的电动车发展的已经非常的好了 现在我们就要搭电动车来游花博 车子一启动 马上就能感受到电动车和汽油车最大不同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坐在电动车里面 其实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电动车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车子在行径当中是非常的安静的 先生你好 很安静 很安静 振动比较少 跟一般汽油车的振动就差别 也有可能是新车吧 我们是新车 哈喽 我们想请问一下 你们刚刚坐的是电动车 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 非常平稳 非常平稳 而且功能很多 安静 噪音少 因为电动车不再需要一般汽油车的引擎 打开车子的引擎盖 就只有一个电力的转换器 不会排放废气和二氧化碳 车尾也就自然没有排气管 其他车子的硬体和外观 则和一般汽油车没什么太大的不同 甚至还更先进 你以为要的可能是 这个东西 它的摄影机在这个上头 它其实有360度 所以像你停车的时候 你倒车的时候 它就会有360度的一个影响出来 那我们也有side view 那就是你左右转的时候 打方向灯 其实它的那个 侧边的影响都会出现 功能越来越多 无非就是想吸引民众 增加购买电动车的意愿 因此连车子的充电设备 也都设计得越来越简单方便 先打开这个车盖 然后插入这个充电的这个系统 程序是先这样子 先插上去 然后插入这个主要的插座 灯会亮的时候 就是表示充电完成 虽然充电过程不困难 但电动车不是只有车子的硬挺好 就能顺利推行 充电站设置的数量 以及动辄数小时 等待车子充电的时间 都是让消费者却步的原因 这个难题要怎么解决 来看看同样积极发展电动车 以色列的做法 什么我们有这里 是车子充电 车子进入车子充电 OK 走到这里 放在这里 现在我们拿到另一个车子充电 和160km 现在我们进入车子充电 把电池移动转到车子 然后 那就是 它只需要94秒 以色列的这个电池交换系统 就是将电池从以往消费者个人买断 改为租刃交换的方式 让车子没有电池 就到交换站里换好新电池 就能马上再上路 踏山之时可以公错 电动车的未来可以更有希望